日本成立首支宇宙作战队 声称只为监测太空垃圾 能相信吗 专家为何说与美国脱不了干系 中国又将如何应对潜在的威胁 太空因其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新战场 为了抢战先机 美国在全球率先提出 并成立首支太空军部队 按照美军的意思 太空中有美国的存在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让美国主导太空 而常年作为美国小跟班的日本 也紧跟美军步伐 开始加紧自己在太空中的部署 据悉日本航空自卫队 在本月18日正式成立首支太空专门部队 宇宙作战队 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称 新成立的宇宙作战队 将以太空监视和防御为主要目的 同时执行监测陨石 人造卫星和太空垃圾等任务 然而外界却认为 日本航空自卫队这套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法 尾时令人难以信服 日本此举显然有更深入的考量 消息人士透露 监测太空垃圾可能只是日本宇宙作战队的一部分工作 关键是日本想要发展监测技术 因为在太空千千万万个垃圾中 想要定点监测某个特定目标 必须有强大的技术支撑 如果日本可以做到这一点 意味着其随时可以定位太空中的任意目标 那么在战时可为其提供情报和数据支持 分析认为 日本此次成立的所谓宇宙作战队 虽然名义上是监测陨石和太空垃圾 但实际上最可能是用来监测周边国家的卫星 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发射的卫星 还有就是通过宇宙作战队来发展太空军事技术 值得警惕的是 据日本媒体报道 宇宙作战队将会和美国太空结盟 接受后者以及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帮助 共同构建太空监测体系 分析称 日本的宇宙作战队 极有可能是与美国太空军配合 从地面和太空中的设备 提供目标识别位置和轨迹等参数 作为美军的支援部队 完成辅助性的工作 实际上 美国与日本都是全球太空技术领先的两个强国 这样的强强联手 打造出的太空部队 所拥有的作战能力无疑是非常强大 中国近些年在太空领域取得成就 早就令美国人红了眼 此番美日太空联军强势来袭 中国该如何应对呢 航空专家王亚南表示 日本组建宇宙作战队背后肯定与美国脱不了干系 但是日本想要把工作重心 转移到与美国合作的层面 需要一个过程 对于美日的种种行为 中国没必要采取过激措施 目前中国的太空能力建设 正处于稳步推进的过程 不需要因为外界的变化 打乱原有的节奏